Lio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波蘭人對上羅馬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幽靈服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藍方是選擇了波蘭人 波蘭人最大的特色是大莊 旁邊撒農田 就可以立即收成8%的食物 波蘭人最大的特色是騎兵單位跟步兵單位 騎兵單位跟步兵單位都是蠻好用的 當然弓兵也能打 弓兵有三級射跟拇指環 但是沒有三級防 所以強奴對射時會稍微弱勢一點點 但是基本上搭配自己的大洛瑪配兵的話 還是可以用的 這邊看到紅色羅馬人居然打贏了 那稍微說明一下這張圖 為什麼他們兩邊要一直往中間衝呢 是因為中間有很多的綿羊 這張幽靈虎的特色就是中間有羊 然後有魚 那這個小魚群呢通常是不會去刺 頂多是用刺頭開局 先去中間拿羊 然後看到對方就直接開打 誰贏誰拳拿誰輸誰辣差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那繼續講 那這個波蘭人呢 步兵部分是要打戰隨兵 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那騎兵部分呢 要打銀罐貴如特權 點完之後呢 就可以減免喔 非常多的黃金 一隻騎士只要30塊而已 那波蘭人呢 後期還可以點下金罐喔 可以讓這個大洛瑪或者劍塌效果 就是俗稱的擴散傷害喔 非常強大 那後期的組成呢 通常都是打一個大洛瑪 或是重裝騎士 強奴大通車 戰錘兵的一個路線為主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羅馬人 那羅馬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建造修理 還有這個採集支援速度喔 是增加5% 所以他到後期的支援採集量 其實也是蠻誇張的 但前期好像沒什麼感覺 那羅馬人呢 他的奴砲是特別便宜的喔 他的奴砲擁有這個 銀罐喔 可以增加33%的攻擊速度之外 而且造價一台只要30黃金而已 所以羅馬人喔 其實很蠻適合打奴砲這個路線的 但奴砲眾所皆知喔 就是其實很容易被火炮啊 或是投車啊 或是騎兵單位喔 給秒掉喔 所以奴砲的存在感喔 在羅馬人身上也是很無感的一個單位 那羅馬人呢 後期主要還是打這個軍團長 還有這個百夫長 那軍團長是 劍兵系的單位喔 身上去取代劍兵勇士喔 變成軍團長 比一般的劍兵勇士喔 更強大一點 那百夫長呢 大概就是立陶宛的 那個獵兵士喔 加上貴族鐵齊的綜合版 應該不是貴族鐵齊喔 這是遊俠版的 列提斯 這樣講就好 體質也是相當好 然後工坊也不錯 那我覺得羅馬人喔 應該還是會組 這個百夫長為主喔 還做一個應對會比較適合 當然也可以打這個軍團長 那羅馬人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喔 他的步兵科技呢 每點一次喔 都會加 變成兩倍的效果 你封建時代點陰防 就等於是給兩防 那城堡時代在點二防 就等於給四防 所以他在城堡時代的時候 防禦是最高的時期 那封建時代點的時候 點這個一防 讓對方的工兵怎麼射你的 裝甲步兵喔 都只會有兩滴血而已 所以羅馬人喔 可以考慮封建塔 裝甲塔 是一個蠻適合的戰術 好 看到這邊下了一個軍營 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順便看一下地圖 金方的話在前方有點慘 但是還好後面有兩塊金 左邊還有一塊金也是在自家領地裡面 這邊是稍微微一下就好了 手在右邊 果子在右邊 那這個魔法還不錯喔 旁邊就是入了 這個吃入的話還不用趕入 直接拉三到四隻村民喔 去吃這個路就可以了 那大概喔 這個平分喔 至少 這個幾乎是天土了 大概八十分有了吧 手在前面 金方在外面 哇這個有點慘 欸 這邊總共有裝甲 喔玩到四倍數了 想到這個時間點總共有裝甲步兵 好 看到這邊裝甲步兵過來 先弄到了金礦處 先村民被逼走 看一下喔 右邊這裡是不是有洞 他這邊右邊圍死 是正面有洞 正面走進來 這邊要圍過來 有點大 大中原在這邊其實蠻難受的 左邊這邊再圍一下 金礦呢也都是在裡面啦 其實還好 當然他主機兩邊都在正面 這張圖的話 破爛會更爛一點 因為他的果子的位置喔 讓破爛人其實不太好受 好 那這個大中原在這個位置 就會變成說 很容易被弓箭手給騷擾 除非他這邊再圍出去一點喔 那就沒差了 那如果圍裡面的話 可能就會一直被射 就會很煩 分數大概也是 60分起跳 有幾個 好 這邊看到裝甲步兵 能不能收到一隻 OK 走 殺死有羅馬人這邊先拿到的 那這場比賽的天梯分數 我大約錄在2000分左右 這個也是 蠻頂尖的 就來看一下 頂尖的羅馬人跟破爛人是怎麼打的 稍微加速一下下 這邊點下了一擊龍 羅馬人則是點下了一擊射 工兵繼續出門 這邊應該是直接追到死 那羅馬人這邊是沒有點一擊步兵鎧甲的關係 所以裝甲步兵很容易就被打爆 這裡有一隻村沒有拉走 可能要死一村 哇 看這個果子很難受 前期果子遺漏在外面 就是很容易被對方的工兵抓掉 或是刺頭之類的 所以一開始這些資源點 其實 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 資源點在外面喔 尤其是果子這種東西 尤其在前期 特別容易被打 中後期金的話就還好 金的話你可能插個箭塔就可以守住了 但是果子這個東西在外面的話又沒危險 就很容易被抓到村民 這個非常難受 好 破爛人這邊已經點下了毛病 而且射已經有了 在羅馬人這邊工兵繼續升級 唉唷 這邊繼續安裝甲步兵 而且有點硬擊防喔 好 看一下這一擊防禦點完之後 防禦3 毛病既是3攻 也是打1滴血 尷尬囉 很硬 拉打很癢 這個坦度比刺後還要坦 工兵數量一定要夠妥 才能打得贏這個裝甲步兵 好 裝甲步兵無腦前勒 好 這邊想要去抓一隻工兵 但沒有抓到 看他這邊裝甲步兵的輸出非常高 勾兵優先打中甲步兵 中甲步兵 再一下就死了 OK 好 那目前只有工兵 打中甲步兵 會有兩滴血喔 其他單位都是打一滴血 呃 刺後也是兩滴啦 所以還好 不然這邊不是洛馬開 看如果他洛馬開遇到羅馬人 然後又遇到中甲步兵 哇 真的會投獲血喔 喔 沒有啦 刺頭是打3滴啦 因為他是遠防3 近防2 好 那我們先再繼續加速 看一下城堡時代喔 好 現在毛兵數量夠多 弓箭手只有3隻 裝甲步兵數量也蠻多的喔 3隻裝甲 好 這邊過來 看到對方組成是 裝甲步兵配弓兵 黃金組合 弓箭時代的黃金兵他全都出了 好 羅馬人相當貪心 好 這邊可能有點被壓制住了喔 單位不太夠 這邊可能要趕快逃跑 拖一點時間 好 如果我是羅馬人的話 我是波蘭的話 我就直接開始打木槍喔 不會想去追他 追這一坨 感覺意義不大 除非家裡還沒有委婉 對 他家裡沒有委婉 他可能沒有看到底 因為前面是死刺猴 所以他不知道左邊的狀況 所以他不知道左邊的狀況 好 這邊繼續硬抓 總抓掉一隻裝甲步兵 好 全部收掉 好 對方升到了城堡十代 補下了一台工程器製造所 好 這邊順著戰毛兵二級伐木 這邊壓出奴炮 好 OK 然後破爛這邊點下了奴兵二級射 亮王技術 好 桶拋出來串燒 好 反正只射兩發就被收掉 有點可惜 好 這邊的工兵繼續射這個木槍 好 這時候羅馬人 升級了二級防 要來增加步兵的防律 好 這樣防律這邊四防了 非常坦 這時候的常見兵 是非常難產的 遠防我記得是會來到5吧 奴兵射下只有兩滴血 好 禁防是4 有一個好處是 就是 對方的 這個騎士 打你的常見兵 只有六滴血 如果不升工房的話 所以其實常見兵 羅馬人這個防律開局 不管是近戰單位或遠程單位 都是很難產的 好 四彩奴炮 這邊好像要出投石車嗎 好 這邊直接出騎士硬打 好 但是這邊入侵進去 切掉大中原 你看大中原又不能種田了 後面有在灑嗎 OK 這裡有在灑大中原 好 這邊騎士直接往前打 收掉兩台奴炮 騎士沒有控到非常好 送掉了一隻 工兵趕快來救一下 救完之後再拉騎士回去打 這裡一直被斷兵的關係 前線的羅馬軍隊有點尷尬 這個兵一直往前送 但是是垃圾兵配奴炮的打法 先看一下這一波包夾 騎士直接出來硬砍奴炮 後面有僧侶 招一下長槍兵 減少一下騎士被槍兵戳的傷害 剩下殘血的單位 趕快先拉走 奴兵這邊可以先撤 這邊硬要射 直接用騎士打一打就可以了 出兩隻僧侶 稍微補下血 OK 正面的羅馬單位 全部都被解掉 這邊也補下第三層中心 邊打邊農 這是最好的一個選擇 因為你不出兵的話 很容易就會被壓制住 但邊打邊農的手術要求 其實是蠻高的 好 這邊槍兵跟毛兵 繼續出 還有奴炮 奴炮現在是 沒有特殊能力的 就一般的奴炮 但是造價非常的便宜 唷 剛才按到 按到Windows墊 想說習慣怎麼不動 OK 那 破爛人 這邊要轉出的是 二級伐木 還有移動城堡在前線 好 這邊點下了 二級農 羅馬呢 這邊開始 打一個偏農的 OK 這邊騎士配奴兵 第一次交戰 直接開始貫穿 奴炮 進行輸出 直接打後排的 封兵 封兵數量開始有點被削減 正面槍兵 跟騎士應戰 這邊有羅馬人 取得重大勝利 正面的槍兵擋得非常好 而且坦度非常十足 0加4 反正 騎士打一刀只有6滴血而已 然後他有55滴血 我還要砍個 將近10刀左右吧 才能砍得死 所以這就是羅馬人的槍兵 跟長劍兵很難纏的地方 城堡時代的時候 地龍時代可能就還好 因為畢竟他們有三級的步兵鎧 所以防護率沒這麼高的感覺 這邊直接壓一座城堡 現在要來控一下一棟城鎮中心 喔 這邊是控兩棟喔 好 正面打贏之後城堡過來蓋 羅馬人這邊可能會打出一些優勢來 兩棟都點下地龍史代 波蘭這邊點下了手推車 手推車完之後只剩下三級龍要點 基本上經濟應該算是全滿了 如果要再更好的話可以再點一下三級龍 那我是建議喔 玩波蘭人的話一定要點三級龍 三級龍會影響到你這個力氣收成8%食物的肉量 所以優點的話還是有感的 波蘭人這邊轉出戰錘兵 他可能想到對方重裝長槍兵的血量 這個防護率很高 0加4 稍微來破防一下 好 右邊補下一棟城堡 這棟城堡是想要來破右邊的突破口 那邊羅馬人點下了急兵跟手推車 經濟也是不到最好 這時候波蘭升到地龍史代 對方巨型投擲機已經開始再出了 那這邊要趕快兩個城堡開始按巨頭 這邊城堡也是要人修理 但這邊軍隊一走會有點危險 因為他這邊是他的唯一阻力 那待會巨型投擲機出來沒有人保護會很危險 但也要看羅馬人有沒有靈性 把這坨急兵送去打巨頭 波蘭人這邊直接走出去 想要來打個雙線 讓羅馬人的控制力下降一些 對方送巨頭開閘 自己是按了4巨頭5巨頭 繼續按 把所有的黃金投資在巨型投擲機身上 城堡拆除作業能夠成功嗎 好 四巨頭過來 好 第三台出來了 羅馬三巨頭開菜 上方城堡中心爆開了 好 後來就手轉出了火炮 OK 應該是打得贏 城堡戰 但是陸地戰有點打不太贏喔 對方奴砲出了很多石台 這邊串燒 感覺破爛了有點打不太贏喔 好 收掉所有的破爛單位 剩下約8台的火炮 還有少量擊兵 但自己城堡也掉了 兩邊城堡都少一個 現在就是巨頭護閘 還有火炮突襲 這應該跑不掉 打歪 OK 打中了 退守到後方這座城堡 還好破爛人的大莊園喔 撒得非常後面喔 離正面好一段距離 所以暫時大莊園會不會被騷擾到 這樣的肉量應該是還可以繼續使用 好 這邊點一下了 金銳奧不齊戰錘兵 奧不齊戰錘兵生技為金銳之後 血量會到95滴血 而且造價非常便宜 遠防又高 坦克型戰錘兵 又有破防效果 雖然對於垃圾兵來說 破防效果沒那麼好 好 這裡點一下重型奴炮 欸 剩下4秒鐘的時候取消了 欸 是取消嗎 還是因為他在前方升級 好像是欸 好 這邊補下 軍團兵的升級 那羅馬人這邊升軍團兵還有一個優點喔 就是不用再升級雙手劍兵喔 好像記得是直接從長劍兵變軍團兵吧 對 從長劍兵直接變軍團兵 就可以少一個雙手劍兵的升級時間 還有這個劍兵武士的升級時間 然後升完軍團兵之後 還比劍兵武士還要強 所以這個 待會會有點難打 但還好 不然這邊是升戰錘兵喔 戰錘兵打軍團兵的雙防很好用 因為軍團兵的防禦也是偏高的 防禦都是雙防6 那這樣子打戰錘兵效果就很好 垃圾兵的話其實還好 只有4下贏 這邊打6下可以歸零 軍團兵這邊血量是75滴血 那劍兵勇士的話是70滴血 血量差距差一些些 欸 攻擊力是不是比劍兵勇士少一點喔 好像是欸 劍兵勇士13攻 軍團兵是12加4 但是如果在點下 也 也佔軍團的話 會有這個蓄氣效果 而且生產速度更快一點 所以羅馬的軍團兵還是比較強喔 我覺得 這邊有大量級兵開始在亂戳 正面軍團 級兵 看到大洛瑪 選擇撤退 大洛瑪這邊點下金冠 擁有監察效果 那波蘭一級兵呢 也是波蘭一級兵裡面 這邊有攻擊力最高的大洛瑪 9加4 血量100滴 坦度非常坦 而且也有這個擴散傷害的效果 正面的級兵直接被打爆 可是後面的奴炮已經升級好了 重型奴炮 16加0 這裡有少量大洛瑪 鑽到裡面 開始亂砍一波 看這個踐踏效果 讓波蘭的大洛瑪 只需要砍三道 再配一個 踐踏傷害 就可以收掉一隻村民了 非常好用 好 看一下這邊 火炮 打 火炮 就是一直被壓制住 火炮最尷尬的地方就在這裡 自己的火炮被捶掉一台 軍團兵 繼續出 家裡這些村民直接被圖爆 右邊有人在挖 法木 怪怪的 好 這時候轉出了 百夫長 裡面想要再去種田 結果這邊直接入侵 波蘭人到這一波 長驅直路會有點難扛 但隨便數量不夠多 還在後方 只靠大洛瑪有點吃力 直接上去打個一波 軍團兵做出非常多的事情 在這裡有一根城堡 軍團兵可能要撤 阿羅馬直接到後排 抓掉炉炮 直接被 數量打到只剩下不到 六台了 正面軍團兵 也是直接被戰存兵給尻爆 這波招戰 羅馬人大敗 這波招戰 羅馬人大敗 富蘭人這邊獲得了 長大的 軍事勝利 但是羅馬人這裡還沒有點下野戰軍 感覺點下野戰軍會比較好 還是他很經典我沒看到而已 看起來是沒點了 他攻擊沒有這個蓄器 蓄器一條 應該是沒點的 OK 防禦直接 被扣到0 這裡 你看軍團兵 哇 防禦變0的時候 剛才你掛了 好 戰錘兵直接往回退 這裡拉了 剛剛出的六台巨頭 那次往前要攻城 這邊蓋一棟城堡 這邊蓋一棟城堡 好 普羅馬人這邊補下了化學 後面大羅馬就是跑到後方 好 這邊看起來是要從右側開始進攻 進攻下方城堡 一路殺進去 哇 他直接攻擊他最硬的地方 好 破爛人這邊點下了三級龍 這樣經濟就來到最好 待會就直接專注打架了 好 好 後方這邊可以再補一個大莊園 再繼續農 好 這邊也是 大概快到80片田之後 破爛人就可以瘋狂噴這個大羅馬 還有這個戰錘兵 都可以 但要注意的還是奴炮 對方奴炮是他的 主要輸出關鍵的單位 好 巨頭直接上前 結果後面沒有單位防守 軍團兵直接抓了過來 趕快取消往後走 好 偷打一下一發 重器奴炮血量5的55第一血 所以火炮打兩爆 反正打掉一台 好 這邊直接架石巨頭 反制對方巨頭的拆 唉唷 6巨頭拆 好快 好 這邊就開打了起來 後面的奴炮 瘋狂被拆 只剩下一台奴炮 但正面部隊破爛奴地打不太贏 對方的隊型是用 擊兵配上軍團兵的一個搭配 好 這邊看一下 更多的波蘭伊騎兵 加上戰隊兵 正面硬扛過來 扛爆了正面 羅馬人正面軍團被打爆了 因為後面沒有奴炮的關係 所以打後排的單位血量非常慢速 羅馬人看來還是要靠奴炮 才可以扛起這一場比賽 好 累的巨頭被打爆 羅馬人正撤退 只剩下一台巨頭 不知道在幹嘛 唉唷很倒 好 正面 正面這邊 補下更多的工程系製造所 火炮要先拆城堡嗎 這邊巨頭沒有在拆城堡 火炮很專心的在打 對方的盧炮 專槌兵已經驗了過來 羅馬人這邊食物非常多 但不知道為什麼 感覺噴不出兵來 直接打出了GG 好奇怪阿 4000多肉帶了4000多肉投降 可能覺得帶GG出軍團兵打不贏吧 但波蘭其實肉量已經見底了 感覺是有機會可以反推回去了 感覺是意志力的比賽 但也不好說阿 畢竟波蘭人後期的這個大肉馬 於云不及的噴出來 羅馬人還是會蠻難受的 好 那稍微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應該是由 破蘭人這邊拿下的肉量勝利 似乎為正常 黃金稍微因應地點 兩邊經濟其實差不多 其實沒有太大的差距 木頭也比較多一點點 贏了快5000 那整體看起來 這場比賽最大的問題是 奴炮終究是沒有辦法 有效的對火炮做出反擊 結果被火炮挨打糞 那波蘭人這邊呢 搭配組成也很好 這個戰隨兵配這個大肉馬 大肉馬基本傷害其實只有9加4 但是攻擊也是最高的 那如果對方的防禦歸零的話 砍一刀也有13滴血的傷害 而且再配上這個践踏效果 每一刀至少是17滴或是18滴一起跳 傷害也是蠻高的 所以搭配戰隨兵跟大肉馬這個組合 我個人也是蠻喜歡的 對於這種高裝甲單位 例如條盾武士啊 或者是貴族鐵血之類的 這個搭配其實就會用到非常好的效果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給大家聽一下 查看 查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